好 资深艺人龙天翔的女儿邱怡芳 之前在新加坡赌场当河关 7号偷了筹码当场被抓 目前仍然被新国警方拘留 而她的妻子其实连续两天跟女儿通电话 崩溃痛哭说她的女儿已经精神异常了 而这一回龙天翔夫妇就说了 女儿五年前其实精神就有问题 已经到振兴医院调出她的病例资料 要带去新加坡 而心理医师说邱怡芳的精神蛮不稳定的 有恐慌还有忧郁症的症状 去这个新加坡的期间 龙天翔夫妻俩也定期帮她领药寄给她 而这一回邱妈妈把探视女儿了解状况之后 并赴赌场的女儿的东西 要跟赌场来协商 希望能够在开了解体之后 就把她送到当地的精神医院